今天好不容易就請到阿慶師傅 大家都知道現在連關將近 所有的師傅都非常的忙 那好不容易今天把他抓過來 現在已經晚上晚上7點半了 就我們還在這邊拍片 那之前有一集有拍那個 裝修長尾水電的線鏡的介紹 那今天這集是要講他的續集 就是那些線他外面都會套一層管子 那那些管子到底是什麼 這些管子他也有分很多種類 今天就請阿慶師傅來介紹這些管子是什麼 以及電線為什麼要套管 他不能直接是弱線 套管的主要也是說 防止電線受到外地的破壞 好比說施工的時候去踩它到啦 工具去破壞到啦 導致電線的破損這樣 再來就是說套管是可以方便日後 去做抽換線 那我手邊有四種管子 跟大家介紹一下 第一種是TBC管 我們稱它電管 它其實是比較硬的 那它一般是用在樓板啊 或是牆壁裡面 那它硬度比較高 所以你樓板在灌這樣的時候也 比較不容易被鋼筋去壓壁 但是它因為比較硬的關係 所以它在需要調整角度的時候 就必須去烤它 才能達到你後的形狀 那也可以用彎頭 但是彎頭它就是角度是有限制的 那它施工的時間就比較長 然後再來是CD管 CD管 對對對 它其實就是軟的 合作性是比較高的 表面其實也是有一點硬度的 那它施工的時候就比較快速 因為它不用像剛剛說的 它需要去烤它 它可以任意調整到你要的形狀 但如果說日後有考量到 要抽換線的話 就必須在角度上去控制一下 然後這個是PF管 它其實跟剛剛的CD管是有類似的 只是說它這一種的話 它比較耐爛 所以我們配米管是可以用這種的 那再來的話是Line管 它其實很弱 它其實把握的效果也沒那麼好 它一樣是可以塑形 一樣是可以去使用 但是如果說 有考量到日後再抽換 要抽換線的話 會盡量少用這個 因為它效果可能沒那麼好 那我們現在再來測試一下 就是剛剛這幾款管子 它的效果如何 PVC 就明顯的蠻耐的 蠻硬的 OK 你看 CD管 CD管 OK 有完嗎 有些變形 有些微變形吧 還不至於全部變 還不 看起來蠻變的 還不至於全部變 但有樣子可以更變 好 這是PF管 對 30G關 剛剛7G關 這個 好 OK OK 很棒 這個是 整個是扁掉的 這個扁掉 完全扁掉 所以它完全還蠻慘的 反正我燒完 這樣就燒完 你要會黑掉 燒中間就好 OK 但是它有軟掉嗎 沒有 會扁掉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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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CD管 有嗎 會不吵 哇 它整個都已經燒掉了 OK 這CD管 好像蠻厲害的喔 對 對 短管還是燒 還是燒 這是短管嗎 對 哇 燒 切不斷 切不斷 OK 這個是 這什麼 CD管 CD管 所以切還是切的斷 對 切的斷 這是PF管 會有需要用力嗎 不用耶 還好 暖管 照樣很脆喔 嗯 好啦 那 今天呢 我們的測試就到這裡啦 以上就是這些 鎖管子的 它的介紹 以及我們剛剛做的這些測試嘛 耐壓 然後 火燒 以及切割 那 大家如果之後裝修的時候有 看到水電師傅用這些管子 就可以比較清楚知道說 欸 它是用哪一種管子 適不適合用 這些管子 可以跟水電師傅討論一下 那 你還有什麼要補充的 沒有 我喝了 你喝了 OK 謝謝你到這裡 掰掰 1,000訂閱啦 就在12月24號的早上11點11分 我達到了1,000的訂閱 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 我還特地截圖下來 就是 證明這個時刻 人家說0到1,000其實都是 其實是最難的 因為你沒有任何的知名度 那我想說 要做個1,000訂閱的特輯 把我這段時間的心路歷程 分享給大家 那如果大家對輪到你裝修頻道 到底有什麼任何的建議 不管好的壞的 或是想問我什麼其他事情的 都可以 你只要在影片看完的時候 下方有個問卷幫我做個填寫 統計時間會到12月30號截止 就是之後就會發1,000訂閱的特輯 來回覆這問卷裡面的問題 輪廉還有再準備 3個小禮物 要送給長期在支持這個頻道的你們 那詳細的活動辦法 就等到1,000的訂閱那個影片 再跟大家做說明 那先大家看完 記得下面幫我做問卷喔